女人居然生出10米长的那条 18岁的老护士看到后 直接吓出了你手机里第6个表情包 医生又捏着拼命的往外拽 可是怎么也拽不完 我的天哪 这那条到底有多长 最关键的是 女人居然一点都不疼 就这样拽了1分60秒后 终于全部拽了出来 护士不分场合掏出手机就点了关注 我一个变态都觉得变态 可女人肚子里为什么会有这么长的虫呢 小美的名字叫小丽 这天她在风雪交加的晚上出了车祸 医生给她在伤口上消毒 仅凭着医生叫声 主任医师大三就断定 小丽得了不怕疼的怪病 小丽不以为然 有没有病自己还不知道吗 一般这个时候不出意外 那就是要出意外了 大三趁她不注意 一棍打在小丽腿上 小丽还是没有一点感觉 为了进一步测试 大三让小丽把手放在105度的凉水里 如果她有感觉就放她回去 眼看小丽手都起泡了 她还是没有一点感觉 大三对这种怪病越来越好奇 她趁小丽不注意 直接一针奥利给把她麻醉 之后帮小丽检查身体 但是却没有发现任何异常 而在给她量体温的时候 小丽的体温突然高达42度 身体也开始不停的痉挛 护士马上一盆开水铺上降温 接着又拿来冰块 好不容易把体温降了下来 大三又对她的脑子发生了兴趣 医生用电钻对着小丽脑袋 哭吱就给转了进去 最关键的是 连麻药都不给她打 因为医生只是想看看小丽有没有痛觉 随着电钻越转越深 小丽直接腾出了手机里第六个表情包 医生马上停止手术把头骨取下 随后问道 你是不是没点赞加关注才会这么疼 结果小丽邪媚的笑了笑 她一点感觉都没有 然后直接冲出了病房 站在楼梯上就要往下跳 她抱怨说 本来自己就没病 只是没痛觉而已 医生还每天这么折磨她 之后纵身一跃直接跳了下去 不出意外的话就会出现意外 小丽居然又抬起头了 这一摔把小丽摔出了骨折 脑震荡 扛尿病 可她还是一点感觉都没有 同时 大三翻看小学一年级的课本 找到了原因 那就是寄生虫 寄生虫控制着身体的神经 才会导致小丽没有痛觉 她马上给小丽安排手术 也不给她打麻药 直接划开肚皮 果然一条长得像虫子一样的虫子 被拽了出来 直接吓得护士立马掏出手机 就点了关注 就这样小丽终于对痛有了感觉 可还没等大三缓过神 一个会漂浮素的男孩来到了医院 一个男孩半夜居然飘了起来 他被窗外的外星人吸了过去 就在他要上飞船时 几名医生把他摇醒对他说 你一定是没点赞加关注吧 原来小男孩有着严重的癫痫病 这导致他每天都会出现幻觉 他甚至还坚信自己被外星人附体了 外星人在他身体里植入了控制芯片 这种话医生当然不会相信 一般这个时候不出意外 那就是要出意外了 男孩为了证明自己所说属实 拿着刀划开了自己的脖子 还好这一幕被医生看到 给他紧急包扎了伤口 而医生还真的发现了 伤口上有着一个芯片模样的芯片 第二天 主人大三看到芯片后瞬间无语 这哪是芯片呀 这不就是骨折手术用的铁钉吗 查阅了男孩病例才知道 原来男孩脚趾头骨折过 当时就是用铁钉固定的 可能是由于取出时断了一截 铁钉碎的血管流到了脖子 原以为取出铁钉后男孩就好了 可他的幻想症更严重了 大三检测脑电波后发现 男孩大脑里有两种人体细胞 两种细胞相互排斥 才导致男孩出现幻觉 可普通人为什么会拥有两种细胞呢 大三翻看了小学一年级的课本 找到了原因 男孩当时是双胞胎 另一个孩子在母亲肚子里夭折了 残存的细胞进入了男孩的身体 这导致男孩的两种细胞相互排斥 总是有意地控制着男孩大脑 最后大三通过手术取出多余的细胞 男孩也恢复了瓶颈 他终于不会再被外星人抓走了 我是李子 我们明天见 医生从宝宝鼻子里拽出一个佛波勒 玩具上沾满了Olig 医生惊讶的表情 就像你手机里第三个表情包 但接下来他将会更惊讶 马上 医生又从宝宝鼻子里拽出一个消防员 这宝宝是干啥呢 玩玩具光往鼻子里塞 我一个变态都觉得变态 爸爸说 儿子脑子不太好使 可医生不这么认为 他觉得事情还没完 于是他又把钳子伸了进去 不出意外的话应该是出意外了 果然宝宝鼻子里居然还藏着一个消防车 这严重的让我认为父母根本不看孩子 只会点赞加关注 可取出了这么多东西 宝宝的呼吸还是不通畅 不可能还有第四个玩具吧 医生看着取出的佛波勒 消防员和消防车 似乎想到了什么 他找来一根吸力超强的磁铁 慢慢的伸进宝宝鼻子里 只听到瘦一声 果然吸到了一个金属小狗 医生这下彻底明白了 这宝宝不仅不傻 而且还特别的聪明 原来宝宝为了救物塞进鼻子里的小狗 他又接连塞进了消防车 消防员和佛波勒 组成了一个营救小分队 医生告诉爸爸 这娃你可得好好培养 将来能成大器 可宝宝的事情刚处理完 马上就有了更奇怪的病人 一个穿绿衣服单身二十年的女人 居然怀孕了 一个单身二十年的女人 却被查出流产了 小狗直接被下远了 他根本不相信医生的诊断 因为自己从出生就一直单身 连男孩手都没拉过 怎么会流产呢 一定是医生误诊了 医生看小狗这么激动 就先行离开 让他自己冷静一下 第二天小狗又来了 他说自己脖子上有点疼 医生撩起蓝色的头发一看 这不就是妥妥的奶油草莓吗 你还跟我说你没有男友 这怎么可能 小狗更加气愤了 有没有男友自己还不知道 不过话说回来 单身二十年 他确实想要男友 可谁让自己每天只会点赞加关注 哪有时间交朋友 医生越解释 小狗越激动 最后他只好趁小狗不注意 拔掉他两根头发 准备去做DNA检测 他怀疑小狗有酗酒的倾向 可能喝醉后不经意的享受了爱情 检查的结果非常明显 小狗确实享受了爱情 第二天 医生把这个事实告诉小狗 小狗仍然不承认 并且说自己有了新的症状 她的屁皮总是很痒 医生定眼一瞧 这伤痕是你自己在毛绒地毯上蹭的吧 同时 医生似乎想到了什么 他问小狗 你每天是不是都睡不醒 小狗回答是的 医生又问 是不是有什么烦心事 小狗说 有个变态住他楼下 每天都追求他向他求爱 可自己一点都不喜欢他 医生明白了 他让小狗躺在CT机里 睡了一个晚上后 果然发现了异常 在晚上三点的记录里 小狗的脑频率异常频繁 跟做了什么运动一样 医生判断小狗是梦游症 每天晚上都会梦游到楼下的变态家里 一起逗完地主才回来睡觉 小狗下雨了 没想到一个点赞加关注的时间 自己就失身了 医生对症给他开了药 嘱咐他按时吃药就会没事的 没想到小狗的情况刚解决 又一个奇怪的病人来到了医院 一只猪被牵进了人的医院 不过他不是来看病的 他是来帮别人看病的 不久前 一个亿万富翁在家里吃着火锅看蓝蓝 突然间感觉头一门 攻击在道在地 小卡拉咪马上把他送来医院治疗 大三掰他眼睛又小针扎脚掌 男人都没有一点反应 经过CT检测发现 男人的肝脏中毒了 人体血液都要经过肝脏 如果不及时救治 马上就会去求的 实习医生对小卡拉咪说 因为他没点赞加关注才会这样 最多也就两个小时活命了 小卡拉咪听到后 上次又是一个大逼兜 并且命令医生必须给他救活 因为他还欠着我两月工资呢 大三此时想到了救治方法 他让人牵来一头黑色的野猪 给猪用凹力给麻醉后 把他和男人放在一起 接着用管子把男人的血管和猪接上 利用猪的肝脏给男人血液排毒 这方法真是妙啊 不过这方法治标不治本 肝脏的毒素排不出去 男人也只能每天一头猪来维持生命 医生连夜研究片子 发现男人的肺部感染严重 经过了解发现 男人是个老烟民 每天都得一包食一局 由于最近正在戒烟 所以一直在吃一种戒烟糖 随后 医生在糖里发现了有降低血氧的成分 原来这就是罪亏祸首 男人就是吃这种糖 导致的肝脏严重缺氧中毒 查清了病因就好办了 医生一包奥利给输入男人的身体 轻松的治好了病 而猪就没那么好运 永远的离开了我们 最终男人为了感谢医生 送给他一辆九首小奥拓 医生只好含泪收下 我是李子 我们明天见 女孩在海底捡到一个神秘瓶子 瓶身上沾满了奥利给 里面还有一些不明生物 女孩想拿上船仔细研究 突然手一滑 碎片把女孩手掌滑破几道口子 瓶子里的生物瞬间钻进手里 女孩直接吓出了你手机里的六个表情 小美的名字叫小莉 不久后 小莉得了一场大病 身体反复的发烧呕吐 脸部肿得跟肿了一样 医生检查后断定 小莉只是得了流感 简单治疗一下就没事了 可主任大三觉得事情没这么简单 因为一般不出意外的话 马上就会出现意外 大三认为 小莉出现的症状很像天花病毒 可手下觉得 天花早已在一百年前灭绝 现在就算有 也只是保存在实验室里 大三查阅后得知 瓶子是在一艘一百年前的沉船上捡的 船上当时运输着众多黑人奴隶 感染天花的几率非常大 可是由于瓶子已经销毁 无法做详细的检测 大三只好先把女孩单独隔离 安排人员给她检查身体 看看有没有天花导致的异常 接着又给小莉的家人打伤疫苗 防止他们被传染 果然 医生在小莉的胳膊上 发现了感染导致的黑斑 随后医院立即通知疾控中心 让他们派人来征援 没多久 大三又在小莉搁着窝 发现了蓝色的红斑 大三回答 你只要看视频点赞加关注就没事了 原来这种红斑并不是天花的症状 这时疾控中心的人赶来 大三马上解释 小莉不是天花 只是普通感染 可疾控中心相当负责 并且来都来了 不检查一下德恩阿怎么行 随后马上给小莉做德恩阿检查 还要求其他人不得进入隔离区 大三接触不到病人 就无法替小莉治病 她来到历史博物馆 找到当时沉船时的船长日志 日志中清晰的记录者 当时只有奴隶得了天花 船员们并没有被传染 这有点不对劲 因为天花可以通过空气传播 如果一个人得了 那么一传人谁都跑不掉 正当大三犹豫时 小莉的爸爸出现了和女孩一样的症状 一个沾满珊瑚的瓶子 里面居然保存了灭绝的天花病毒 感染病毒后 女孩身上长满了红斑 并且发了36.5度的高烧 可还没等医生开始治疗 女孩的父亲 却爆发了更严重的症状 不仅也出现了红疹 头疼 而且五官也开始流血 这把医生直接下出了 你手机里第三个表情 一个病人还没治好 现在又出现一个 医院马上先对父亲进行隔离检查 可是才短短两个小时 他的症状已经远远超过女孩 达到了极度危险期 同时医院也紧急封锁 不允许任何人出入 而主任大三观察女孩这边 除了身上长满红疹外 她的脚上并没有红疹 这不符合天花的症状 于是当即说了两个大字 可再看看父亲 全身都有红疹 很明显她就是天花 这就奇怪了 病毒进入的是女孩的身体 为什么女孩没有发病 却隔空传染给了老爸呢 一般这个时候不出意外 那就是要出意外了 大三在脑子里重新过了一遍 想起来给女孩家人注射疫苗时 查出来父亲此前得过肾癌 虽然当时治好了 但是免疫力还是很低 所以父亲很可能是感染了 天花疫苗里的牛痘病毒 好在这种病毒不会致死 大三直接给父亲注射Oligate 如果病情好转 那就说明他不是天花 可是结果并不理想 父亲的呼吸开始困难 并且伴随着尿血 医生马上给父亲进行急救 可惜的是 父亲还是隐恨去了西北 临死前父亲看着大三 大三看着自己的杰作 陷入了沉思 自己的大意害死了一个父亲 也伤害了一个家庭 大三唬的时候是真唬 而他也由于密切接触患者 被隔离在了病房里 和离死的父亲待在一起 男人五官疯狂的流血 并且伴随着高烧 头疼 身上出现红疹 医生怀疑他得了已经灭绝的天花 马上对他进行单独隔离 不过虽然经过紧急的救治 可还是没能把男人救活 主任大三由于密切接触患者 也被隔离在病房里 救治女孩的任务 就只能交给助手 助手们商量后决定 再次翻看当时沉船的日志 希望从中找到线索 日志中提到 当时船上有一万零一只老鼠 于是船长养了一只猫 可是不久后 猫也离奇的死亡 并且浑身毛发脱落 而老鼠是不会得天花的 于是大家一致认为 患者得的是立刻刺体痘症 这种病是可以被治愈的 现在需要验证的是 男人身上有没有出现黑色的结痂 于是这个任务就交给了 在病房里的大三 大三听到这个消息 乐得跟尬的 马上脱了手套去检查尸体 不出意外的话 马上就会出现意外 大三果然发现了一处结痂 这时大家都松了一口气 助手也高兴出了 你手机里第二个表情 接着医生为男人的女儿 注射了解药 病情也马上出现了好转 一场危机终于解除 医院也解除了封锁 这场事故最大的受害者 就是女孩的父亲 用自己的生命 替女儿验证了病情 那么问题来了 如果你在海上看到漂流瓶 你会剪吗 在评论区告诉我 我是李子 我们明天见 这个女人马上就要死了 她来医院求助 说自己被一只黑色的白猫逼东过 今天晚上就会去求 因为白猫被人们称为阎王 只要被她逼东过的人 都见不到明天的太阳 主任大三果断的犹豫了 还没等她开始反驳 下一秒 大三把院长叫来 二话不说的说了两个字 结果院长看到女人不停惊挛 直接吓出了你手机里第三个表情 同时院长还发现女人漏尿了 颜色居然是红色的 大三听到后定眼一瞧 我的天哪 还真是红色的 这就有点意思了 她让助手去女人家里查一查 看看有什么可疑的药物 不出意外的话 马上就会出现意外 大三果然猜对了 助手在女人家里找到一瓶药 这种药可以导致尿液变红 而小美的名字叫小丽 她是一家养老院的护士 肯定很清楚药的用法 真相大白后 大三来到病床前 关掉灯 拿出手里的闪光灯 这样就能触发小丽再次痙攣 这行为我一个变态都觉得变态 不过小丽还挺配合 身体不停乱颤 可是大三却发现了手上的破绽 那么小丽为什么要装病呢 她向大三道歉 称自己并不是故意装病 而是有只猫预言了自己的死期 大三看小丽还是鬼话连篇 就对她说 你要是现在点赞加关注 我就原谅你说的假话 看小丽依然执迷不悟 大三头也不回的就走了 第二天小丽直接把猫抱来医院 跟大三说 只要猫趴在谁身上 谁就会死 养老院已经有五个人应验 并且还上了新闻 眼看大三还是不信 小丽从裤裆里掏出录像袋 说里面有所有的真实视频 结果刚说完 小丽直接晕倒了 这只白猫可不是一般人 它们准确预言人的生死 只要被它趴在身上 第二天就会去求 并且已经有五个人应验 还有录像为证 可神医大三当然不会相信这种事 但是眼看女人晕倒在地 她还是走过去看看情况 助手称女人这次不是装的 支气管晶卵是装不出来的 大三戴上耳机一听 惊出了你手机里第四个表情 随后大三打开录像袋 想看看这只黑色的白猫 是怎么预言人的生死 视频中所有被猫趴过的人 都在第二天去了西北 不出意外的话 马上就会出现意外 大三发现了一个疑点 那就是 去世的人都是80岁的年轻人 于是 大三准备从猫身上下手 他直接抱着猫跟大家开会 有人说 猫的狗鼻子能闻到死亡气息 也有人说 猫是人变得专门对坏人下手 更有人说 猫身上有寄生虫 传给了抵抗力弱的老年人 很显然 寄生虫的说法更有权威 于是医生给女人做肺部检查 看看她身体里有没有虫子 检查结果发现 小丽身体里干净的乱七八糟 这就奇怪了 这只猫是怎么做到的呢 大三又把猫带来重症监护室 这里不是要死的人 就是要死的人 他想看看猫会怎么选择 他把猫放在第一个人身上 猫咪没有趴下 接着又来到第二个病床前 还没把猫放下 病人的大腿就出现了异常 大腿上到处都是黑色泡枕 助手一看病例 发现病人原来对猫过敏 这不是要了命了 大三立马给病人注入奥利给 尴尬的对助手说 他一定是没点赞加关注 就在大家鄙视大三的做法时 猫咪静静地趴在了一个人的身上 一只猫能预测人的死期 只要他往人身上一趴 那么明天早上保准去西北 这天 白猫又趴在一个重症肿瘤的患者身上 不出意外的话 马上就会出现意外 结果还没到第二天早上 这个患者就去球了 大三听到消息 直接吓出了你手机里第六个表情 难道这猫有超能力 我一个变态都觉得变态 而早就被猫趴过的小力 也出现了奇怪的症状 他发现自己的尿液变成了蓝色 助手大黑觉得女人应该是有什么病 不然尿液不会从绿色变成蓝色 那什么病才会导致尿液变色呢 答案是结肠癌 结肠癌和女人吃的药产生了反应 才导致尿液变色 大三立马安排给女人做肠镜检查 可检查结果发现 女人体内并没有癌变 助手断定女人应该是活不过今晚了 因为被猫趴过的人无一幸免 大三傲话不说地说了两个字 查资料 接着又继续研究猫咪的录像 希望能够查到蛛丝马迹 就在这时 小白猫一路小跑进屋 屁股一掘趴在手机上 大三懵了 你连赞和关注都没点 就想把我送走 大三想把他赶走 却无意间碰到了手机 手机正好是热的 大三瞬间明白了 他放大录像画面 发现了蛛丝马迹 原来猫咪喜欢暖和的地方 而人临死前 身体就会发热 所以猫才会趴到人的身边 看来小猫只是喜欢温暖的地方而已 但是猫为什么会趴在小丽身边呢 经过询问才得知 小弟前两天感染了炎症 同时引发了36.5度的高烧 所以小猫才会趴到他身边 这一下全部破案了 女人也治好炎症出院 那么问题来了 你家小猫在你身边趴过吗 在评论区告诉我 我是李珍 我们明天见 女人高烧36.5度 医生直接把他放进冰水里降温 下一秒 女人舒服的表情 就像你手机里第二个表情 可他到底得了什么病呢 小美的名字叫小莉 前一天晚上她在酒吧里潇洒 由于把妹和人起了冲突 一把被人推翻撞到脑袋 大脑受了严重的刺激 身体开始乱颤 这时佛波勒闯进来查房 她用手电筒对小莉这么一罩 小莉直接没了呼吸 佛波勒紧急把她送来医院 医生给她检查后发现 她有吸食Oligate的经历 因此出现了幻觉 医生让小莉试着抬起手 结果她的身体开始不停乱颤 血糖也降到了0.01 很快医生给她输入一根胰岛树后 小莉才稳定下来 医生初步断定 小莉一定是忘了点赞加关注 才导致成这样 而小黑不这么认为 她觉得小莉是装的 只是想在医院白吃白住几天 因为小莉是个单身汪 并且还是个流浪汉 于是小黑决定送她一顿盒饭 然后就让她走 省得浪费医院资源 不出意外的话 马上就会出现意外 主任大三觉得小莉的症状很奇怪 因为低血糖不会导致痙� 接着大三把女人行李倒出来 一股Oligate的味道遍布全无 助手们闻到都远了出来 在所有物品中有一只胰岛树 小黑更加认为小莉是骗子 可大三抓起一件白色毛衣 上面沾的都是小莉的呕吐物 还是黏黏的 大三直接舔了一口 这行为我一个变态都觉得变态 大三尝出了老檀酸菜的味道 助手看到后 都恶心出了你手机里的四个表情 大三通过味道发现 女人身体缺少电解质 所以才出现幻觉 她让助手先给小莉输入电解质 可不但没有效果 小莉又出现了幻觉 还吵着要离开医院 这个女人狠狠咬了医生一口 还不停的沙坡打滚 把医院闹了个底朝天 这么看来 女人精神似乎也有问题 神医大三让助手去她家里查一查 看看有什么可疑的地方 结果助手到街边询问 女人居然就住在大街上的帐篷里 小黑掀开帐篷一看 瞬间吓出了你手机里的三个表情 一群蝙蝠飞了出来 我的天哪 难道女人每天跟憋蝠同居 在帐篷里 小黑发现女人的话 上面记录着她每天的诡计 还没等仔细分析 女人看见窗外赤眼的阳光 突然又发疯似的喊叫 小黑一两体温 居然高烧36.5度 现在只好献给女人退烧 可眼看所有退烧药都没用 医生只好搬来上千吨的冰块 倒进浴缸里 打算让女人来个桑拿浴 一般这个时候不出意外 那就是要出意外了 就在医生把女人放进冰水里时 女人瞬间疼得嘶吼起来 好像千万根针扎一样 不过好消息是 烧终于退了 检查后发现 女人的白细胞正在急速减少 大三淡定的说了三个字 细胞脑膜炎 可正准备给女人进行治疗时 女人却突然不见了 回忆的是 墙上却画着一些家人的画 没过两个小时 女人就被佛波勒送回了医院 她的体温又烧到了36.5度 并且伴随着昏迷 心跳加快 这下可不能再用冰水降温了 大三用五毛钱收买了佛波勒 才知道佛波勒抓她的时候 女人对她又是咬又是挠 于是就用电击棒垫了她 大三似乎明白了什么 于是急忙来到病房 拿出针管向女人扎了过去 女人被针狠狠扎了一下 却没有一点反应 医生又扎她脚趾 身体稍稍动了一下 这是典型的局部麻痹症 而小黑也曾经被女人咬过 于是大三趁小黑不注意 直接一针扎了上去 小黑吓出了你手机里的三个表情 怎么事 咋没感觉呢 大三明白了女人得了什么病 高烧 咬人 痙攣 出现幻觉 这不就是被憋斧咬过的狂犬病吗 原来女人是个流浪汉 每天就住在街边的帐篷里 而帐篷里经常有憋斧注目 不出意外的话 马上就会出现意外 女人确实是得了狂犬病 小黑乐的哥尔嘎的 赶紧先给自己打了疫苗 可是女人由于重度感染 只有不到两天的生命了 大三不想女人就这么去世 于是让小黑去找一下她的家人 通过女人平时画的画 找到了她的家 在她家里 小黑发现了她流浪的原因 原来 女人之前有个幸福的家庭 可是由于自己开车技术不行 出了车祸 导致丈夫和儿子都死了 她也无法原谅自己 所以选择流浪 在最后的时间里 女人再次出现了幻觉 把小黑当成了自己老公 而小黑也没有成亲 顺势原谅了女人 就这样 女人终于原谅了自己 离开了这个世界 今天没有问题 要提醒大家 如果不小心被动物咬伤 一定要及时去医院哦 我是李子 我们明天见 这个女人马上就要死了 她来医院求助 说自己被一只黑色的白猫逼冬过 今天晚上就会去求 因为白猫被人们称为阎王 只要被她逼冬过的人 都见不到明天的太阳 主任大三果断的犹豫了 还没等她开始反驳 下一秒 大三把院长叫来 二话不说的说了两个字 结果院长看到女人不停惊论 直接吓出了你手机里第三个表情 同时院长还发现女人漏尿了 颜色居然是红色的 大三听到后定眼一瞧 我的天哪 还真是红色的 这就有点意思了 她让助手去女人家里查一查 看看有什么可疑的药物 不出意外的话 马上就会出现意外 大三果然猜对了 助手在女人家里找到一瓶药 这种药可以导致尿液变红 而小美的名字叫小丽 她是一家养老院的护士 肯定很清楚药的用法 真相大白后 大三来到病床前 关掉灯 拿出手里的闪光灯 这样就能触发小丽再次痉痪 这行为我一个变态都觉得变态 不过小丽还挺配合 身体不停乱颤 可是大三却发现了手上的破绽 那么小丽为什么要装病呢 她向大三道歉 称自己并不是故意装病 而是有只猫预言了自己的死期 大三看小丽还是鬼话连篇 就对她说 你要是现在点赞加关注 我就原谅你说的假话 看小丽依然执迷不悟 大三头也不回的就走了 第二天小丽直接把猫抱来医院 跟大三说只要猫趴在谁身上 谁就会死 养老院已经有五个人应验 并且还上了新闻 眼看大三还是不信 小丽又从裤裆里掏出录像带 说里面有所有的真实视频 结果刚说完 小丽直接晕倒了 这只白猫可不是一般人 它能准确预言人的生死 只要被它趴在身上 第二天就会去求 并且已经有五个人应验 还有录像为证 可神医大三当然不会相信这种事 但是眼看女人晕倒在地 她还是走过去看看情况 助手称女人这次不是装的 支气管晶卵是装不出来的 大三戴上耳机一听 惊出了你手机里的四个表情 随后大三打开录像带 想看看这只黑色的白猫 是怎么预言人的生死 视频中所有被猫趴过的人 都在第二天去了西北 不出意外的话 马上就会出现意外 大三发现了一个疑点 那就是 去世的人都是80岁的年轻人 于是大三准备从猫身上下手 他直接抱着猫跟大家开会 有人说猫的狗鼻子能闻到死亡气息 也有人说猫是人变得专门对坏人下手 更有人说猫身上有寄生虫 传给了抵抗力弱的老年人 很显然寄生虫的说法更有权威 于是医生给女人做肺部检查 看看他身体里有没有虫子 检查结果发现 小丽身体里干净的乱七八糟 这就奇怪了 这只猫是怎么做到的呢 大三又把猫带来重症监护室 这里不是要死的人 就是要死的人 他想看看猫会怎么选择 他把猫放在第一个人身上 猫咪没有趴下 接着又来到第二个病床前 还没把猫放下 病人的大腿就出现了异常 大腿上到处都是黑色泡着 助手一看病例 发现病人原来对猫过敏 这不是要了命了 大三立马给病人注入Oligate 尴尬的对助手说 他一定是没点赞加关注 就在大家鄙视大三的做法时 猫咪静静的趴在了一个人的身上 一只猫能预测人的死期 只要他往人身上一趴 那么明天早上保准去西北 这天白猫又趴在一个重症肿瘤的患者身上 不出意外的话马上就会出现意外 结果还没到第二天早上 这个患者就去球了 大三听到消息 直接吓出了你手机里第六个表情 难道这猫有超能力 我一个变态都觉得变态 而早就被猫趴过的小力 也出现了奇怪的症状 他发现自己的尿液变成了蓝色 助手大黑觉得 女人应该是有什么病 不然尿液不会从绿色变成蓝色 那什么病才会导致尿液变色呢 答案是结肠癌 结肠癌和女人吃的药产生了反应 才导致尿液变色 大三立马安排给女人做肠镜检查 可检查结果发现 女人体内并没有癌变 助手断定女人应该是活不过今晚了 因为被猫趴过的人无一幸免 大三傲话不说的说了两个字 查资料 接着又继续研究猫咪的录像 希望能够查到蛛丝马迹 就在这时 小白猫一路小跑进屋 屁股一蹶趴在手机上 大三懵了 你连赞和关注都没点 就想把我送走 大三想把他赶走 却无意间碰到了手机 手机正好是热的 大三瞬间明白了 他放大录像画面 发现了蛛丝马迹 原来猫咪喜欢暖和的地方 而人临死前 身体就会发热 所以猫才会趴到人的身边 看来小猫只是喜欢温暖的地方而已 但是猫为什么会趴在小丽身边呢 经过询问才得知 小丽前两天感染了炎症 同时引发了36.5度的高烧 所以小猫才会趴到他身边 这一下全部破案了 女人也治好严正出院 那么问题来了 你家小猫在你身边趴过吗 在评论区告诉我 我是李珍 我们明天见 女人高烧36.5度 医生直接把她放进冰水里降温 下一秒 女人舒服的表情 就像你手机里第二个表情 可她到底得了什么病呢 小美的名字叫小丽 前一天晚上她在酒吧里潇洒 由于把妹和人起了冲突 一把被人推翻撞到脑袋 大脑受了严重的刺激 身体开始乱颤 这时佛波勒闯进来查房 她用手电筒对小丽这么一照 小丽直接没了呼吸 佛波勒紧急把她送来医院 医生给她检查后发现 她有吸食Oligate的经历 因此出现了幻觉 医生让小丽试着抬起手 结果她的身体开始不停乱颤 血糖也降到了0.01 很快医生给她输入一根胰岛树后 小丽才稳定下来 医生初步断定 小丽一定是忘了点赞加关注 才导致成这样 而小黑不这么认为 她觉得小丽是装的 只是想在医院白吃白住几天 因为小丽是个单身汪 并且还是个流浪汉 于是小黑决定送她一顿盒饭 然后就让她走 省得浪费医院资源 不出意外的话 马上就会出现意外 主任大三觉得小丽的症状很奇怪 因为滴血糖不会导致痙磷 接着大三把女人行李倒出来 一股Oligate的味道遍布全无 助手们闻到都远了出来 在所有物品中有一只胰岛树 小黑更加认为小丽是骗子 可大三抓起一件白色毛衣 上面沾的都是小丽的呕吐物 还是黏黏的 大三直接舔了一口 这行为我一个变态都觉得变态 大三尝出了老痰酸菜的味道 助手看到后 都恶心出了你手机里的四个表情 大三通过味道发现 女人身体缺少电解质 所以才出现幻觉 她让助手先给小丽输入电解质 可不但没有效果 小丽又出现了幻觉 还吵着要离开医院 这个女人狠狠咬了医生一口 还不停的沙坡打滚 把医院闹了个底朝天 这么看来 女人精神似乎也有问题 神医大三让助手去她家里查一查 看看有什么可疑的地方 结果助手到街边询问 女人居然就住在大街上的帐篷里 小黑掀开帐篷一看 瞬间吓出了你手机里的三个表情 一群蝙蝠飞了出来 我的天哪 难道女人每天跟蝙蝠同居 在帐篷里 小黑发现女人的话 上面记录着她每天的诡计 还没等仔细分析 女人看见窗外赤眼的阳光 突然又发疯似的喊叫 小黑一两体温 居然高烧36.5度 现在只好先给女人退烧 可眼看所有退烧药都没用 医生只好搬来上千吨的冰块 倒进浴缸里 打算让女人来个桑拿浴 一般这个时候不出意外 那就是要出意外了 就在医生把女人放进冰水里时 女人瞬间疼得湿吼起来 好像千万根针扎一样 不过好消息是 烧终于退了 检查后发现 女人的白细胞正在急速减少 大三淡定的说了三个字 细胞脑膜炎 可正准备给女人进行治疗时 女人却突然不见了 回忆的是 墙上却画着一些家人的画 没过两个小时 女人就被佛波勒送回了医院 她的体温又烧到了36.5度 并且伴随着昏迷 心跳加快 这下可不能再用冰水降温了 大三用五毛钱收买了佛波勒 才知道佛波勒抓她的时候 女人对她又是咬又是挠 于是就用电机棒垫了她 大三似乎明白了什么 于是急忙来到病房 拿出针管向女人扎了过去 女人被针狠狠扎了一下 却没有一点反应 医生又扎她脚趾 身体稍稍动了一下 这是典型的局部麻痹症 而小黑也曾经被女人咬过 于是大三趁小黑不注意 直接一针扎了上去 小黑下出了你手机里的三个表情 怎么事儿 咋没感觉呢 大三明白了女人得到什么病 高烧 咬人 痉挛 出现幻觉 这不就是被憋覆咬过的狂犬病吗 原来女人是个流浪汉 每天就住在街边的帐篷里 而帐篷里经常有憋覆注目 不出意外的话 马上就会出现意外 女人确实是得了狂犬病 小黑乐的哥尔嘎的 赶紧先给自己打了疫苗 可是女人由于重度感染 只有不到两天的生命了 大三不想女人就这么去世 于是拿小黑去找一下她的家人 通过女人平时画的画 找到了她的家 在她家里 小黑发现了她流浪的原因 原来女人之前有个幸福的家庭 可是由于自己开车技术不行 出了车祸 导致丈夫和儿子都死了 她也无法原谅自己 所以选择流浪 在最后的时间里 女人再次出现了幻觉 把小黑当成了自己老公 而小黑也没有成亲 顺势原谅了女人 就这样 女人终于原谅了自己 离开了这个世界 今天没有问题 要提醒大家 如果不小心被动物咬伤 一定要及时去医院哦 我是李子 我们明天见 一个刚出生的婴儿开始呕吐 爸爸感到很奇怪 孩子还没来得及吃东西 怎么会吐呢 妈妈看着婴儿难受的样子 就像你手机里第三个表情 结果爸爸刚把医生叫来 婴儿突然开始高烧36.5度 接着全身抽搐 嘴上突出黑末 爸爸吓得亚麻瞬间呆住了 医生赶紧进行抢救 好在婴儿度过了危险期 之后医生断定 婴儿是肠胃胀气 可神医大三觉得事情没这么简单 他来到婴儿房 从片子上看确实是肠胀气 可一般这个小病 怎么会有这么激烈的反应 由于两个小时前 也有一个婴儿发生了一样的症状 并且他们是在同一个产房出生 大三果断的犹豫了 这次只会传染婴儿的传染病 马上大三就要求院长对产科进行封锁 可院长认为大三小题大做 只有两个婴儿患病 并且还都是小问题 不应该封闭产科给人们造成恐慌 于是为了给院长制造恐慌 大三来到新生儿市 挨个检查婴儿的状况 不出意外的话 马上就会出现意外 果然 大三又发现了四个患病的婴儿 这下院长真的恐慌了 马上偷出手机点赞加关注 然后立即宣布封锁产科 大三赶紧带着助手开会 分析婴儿得了什么病 因为这些感染的婴儿 只有两天的存活时间了 一种传染病毒席卷整个产科 患病的人却全部都是婴儿 短短两个小时 就已经发现了六起病例 院长直接下出了 你手机里第三个表情 神医大三紧急开会研究方案 婴儿的症状是呕吐 高烧36.5度 最关键的是还会不停筋卵 这样下去 两天之内就会全部离世 最奇怪的是 这六个婴儿都不在一个产房出生 互相之间也没有接触 可怎么会同时发病呢 而开会的结果得出 细菌性感染的几率最大 于是大三先让助手 给两个严重的婴儿注射抗生素 随后给所有婴儿做CT 检查身体里有没有囊肿 可检查结果发现 婴儿体内一切正常 一般这个时候不出意外 那就是要出意外了 两个注射抗生素的婴儿 出现了肾衰竭 这说明是抗生素的副作用 大三决定继续换抗生素类型 看看哪种抗生素对婴儿有效果 可这种方法相当于临床实验 助手们都不同意这种做法 因为用实验的方法治疗 对婴儿太残忍 我一个变态都觉得变态 就连院长都觉得 应该告知婴儿父母 大三说 如果告诉没点赞加关注的父母 他们肯定不会同意 但是时间紧迫 再不用药的话就来不及了 就在所有人都犹豫用不用的时候 大三说了两个字 抗硬币 两个婴儿被病菌出 可以闻着女人的秀发 你以为她是个变态 其实她说自己是个医生 正在免费检查身体 因为女人身上长出一堆黑斑 就在男人想要进一步检查时 女人却说 这时空姐打断了他们说 飞机上两名乘客也出现了黑斑 这可真是奇怪了 大壮的名字叫大三 就在不久前 他身边的大木突然呕吐 把昨晚喝的奥利给都远了出来 空姐看到后 马上询问飞机上有没有医生 大三虽然是特级医师 但今天他是来度假的 他懒得帮助一名酒鬼 还嫌他张赶紧挪到了旁边 结果屁皮还没做热 就因为前面的美女看了他一眼 扭头就把奥利给远了出来 大三有点懵 我就长得这么像你手机里第五个表情包 不出意外的话 马上就会出现意外 美女身上居然也有大木一样的黑斑 两个人的症状不能说完全相似 只能说一模一样 大三叫来空姐 问他飞机食堂中午做了什么菜 空姐回答 奥利给配白米饭 大三怀疑是米饭有问题 于是赶紧吃了解药 之后用大喇叭通知飞机乘客 如果吃了飞机餐 马上去吐出来 让毒素顺利排出就没事了 一时间乘客都冲向唯一的厕所 与此同时 大木和美女都被单独隔离起来 同事提醒大三 这个症状有可能是脑膜炎 如果不赶紧救治 全飞机的人可能都会被感染 到时候连目的地到不了就都去求了 为了验证大木到底是不是脑膜炎 他让大木站起来走两步 因为得这个病的身体都不协调 结果大木刚走一步就趴在地上 而这时同事也呕吐起来 背上也长出了黑斑 一架飞机上的乘客 全部都呕吐起来 同时身上还冒出了黑斑 大三一看 直接吓出了你手机里第三个表情包 这是传染病啊 如果不赶紧救 所有乘客都得去求 由于飞机上药品有限 大三通知没点赞加关注的乘客 把随身带的药物集中 看看有没有能用上的 虽然药物全收集齐了 可只有两瓶制传染的药 就飞机上的所有人远远不够 于是同事建议大三 先给病情严重的大木吃 可大三果断的犹豫了 如果大木得的不是传染病 那么就会害了他 除非给他做脊椎穿刺 提取脊椎液检查 才能确定是不是传染病 可现在是在飞机上 摇摇晃晃的根本不可能做手术 如果扎歪一点点 大木下半身就得瘫痪 一般这个时候不出意外 那就是要出意外了 大三找来急救箱里唯一的针管 为了救全飞机的人 他把自己豁出去了 给大木灌了两口奥利给麻醉后 直接哭吱一下扎了进去 这行为我一个变态都觉得变态 好在飞机比较稳 针头没有晃动 顺利让大三取出了脊髓叶 大三晃了晃一看 红色的液体非常清澈 大三心里完全明白了 他拿起大喇叭对着所有乘客说 大木已经感染最严重的传染病 马上就要去球了 大家其中可能也有被感染的 感染的症状前期是呕吐 后期严重的将会右手颤抖 结果刚说完 所有乘客的右手都疯狂的颤抖起来 飞机上所有人的右手突然颤抖 有的人甚至呕吐起来 就在大家都以为自己得传染病的时候 大三告诉空姐 给看视频没点赞的乘客 开香槟庆祝吧 原来乘客们没有一点事 可他们为什么会呕吐和颤抖呢 大三解释说 因为你们看到大木呕吐了 间接性的以为自己也被传染 出现了群体吃瓜症 俗称就是吓坏了 这话说得我一个变态都觉得变态 乘客们终于放心了 可大三更加郁闷 虽然是大木的症状把乘客吓到了 可又是谁把大木吓到了呢 大三叫来两名乘客 扮演自己的助手 然后自己在黑板上分析病情 他说这样有仪式感 经过一次次的分析 他还是没搞明白 大木到底得了什么病 这时一个男孩模样的男孩 引起了他的注意 男孩说 会不会是大木胃里有活物 才让大木一直颤抖呕吐 大三毫无犹豫的相信了 于是立刻开始对大木开刀取物 他拿来刮胡刀和铅笔 作为唯一的工具 接着让大木喝两口散白麻醉 大木此时的表情 就像你手机里的八个表情包 就在要开刀时 小男孩无意间按住了大木的胳膊 大木的疼痛马上消失了 大三注意到了这个细节 又让男孩按住胳膊 大木果然不疼了 于是大三马上让空姐找到大木钱包 发现了里面的潜水发票 好了 手术不用做了 大木一定是刚潜完水 接着又坐飞机 引起了巨大的气压反差 让血液里产生了气泡 大三告诉空姐 只要让飞机飞低一点 症状就会解除了 飞机也终于平稳落地 如果你碰到类似的事情 也会出手相助吗 可以在评论区告诉我 我是李子 我们明天见 男人头上插了一把尖刀 手里还拿着68度的白酒 医生看到后 直接下出了你手机里第七个表情 还没等医生给他检查 男人和朋友还想在医院干一杯 拍过X光后才发现 尖刀直接从后脑巢插到了鼻梁骨 脸上肿了跟肿了一样 我的天哪 男人一定是没点赞加关注 才会擦这么深 最奇怪的是 男人跟没事人一样 还跟医生表演头皮摇晃杂技 医生都吓懵了 我一个变态都觉得变态 随后医生让他做反应测试 可测试结果却是 这把刀就像是假的一样 没给他带来任何伤害 男人一听没有事 又从裤装里掏出一瓶Oligate 准备当场给医生妹炫一个 随后医生对着照片 开始研究如何将刀取出 可他们没发现 男人的朋友又跑了进来 直勾勾地盯着那把刀 似乎想打刀的主意 在听到医生说 可以小心地将刀拔出后 朋友的小眼睛瞬间发光 脑子里似乎有了新的想法 医生丝毫没有察觉 还在商量怎么做手术最安全 经过一番讨论 医生们还是决定做开颅手术 不出意外的话 马上就会出现意外 医生们犯了一个最大的错误 就是把两个酒鬼单独 灌在一个屋 突然朋友一用力 男人一点事没有 反而还感谢朋友的帮忙 随后朋友拿着刀走到窗前 医生看到亚麻瞬间呆住了 好在检查后发现男人身体没有异常 才让男人出院 可接下来的这个女人 鼻子里却爬出一个奇怪的东西 女人感觉鼻子里好像有什么东西 总是让她起氧难难 医生帮她检查 结果女人鼻子里流出黑色的血 医生说你一定是没点在家关注 才搞成这样 随后拿指响给她擦一下 突然 黑色的血又收了回去 吓得女人就像你手机里第四个表情 并且鼻子肿得跟肿了一样 医生断定这不是血而是一个活物 接着医生拿出摄像头 擦进鼻子里帮她检查 随着内窥镜的深入 鼻子内部看起来似乎一切正常 医生还以为是自己之前看错了 把鼻血误认为成了水质 结果下一秒 医生大喊两个字 有水质 看来女人鼻子里确实有一只水质 这情况 把医生都吓得头皮发麻 我一个变态看了也觉得变态 原来小美的名字叫小丽 她前两天在野外游泳 回来后就感觉鼻子里有东西 还总是高烧36.5度 接着医生拿来烟熏和捏子 想把水质给熏出来 果然烟熏马上有了效果 医生直接用捏子捏住 小丽却大喊医生松手 因为水质在里面 吸着她疼痛难忍 还没等医生反应过来 小丽直接一个大鼻头呼了上去 医生心想怎么事 水质咬你你呼我干啥 没办法 医生又叫来心理医生 给小丽做开导 告诉小丽如果不及时取出 水质就会在里面繁殖 到时候你全身都会溃烂 接着她让小丽用力吸紧鼻腔 把水质逼出 医生见状直接一夹着夹住 然后用力往外一转 水质终于被拉了出来 而下面的这个男孩 却把自己的头插进了水泥里 男人套上塑料袋 嘴里咬住吸管 接着往塞满水泥的电池炉里一栽 就这样男人成功被恶作剧 朋友们高兴的就像你手机里的五个表情 他们显然没有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 大山的脑袋彻底出不来了 朋友这才打电话叫来佛波勒 佛波勒来了以后 先把电池炉外壳卸掉 还没等螺丝拧完 突然大山变得呼吸困难 慌张的四处跑 结果一个不小心掉进水池里 两个佛波勒赶紧跳水 在水下把大山拖了上来 最可气的是 大山的朋友还觉得好玩 拿出手机点赞和关注 然后开启了直播 佛波勒没空搭理他们 继续拆解电池炉 没办法 由于水泥已经完全凝固 想要慢慢来已经不可能 佛波勒只好拿起大铁锤 一锤子砸了上去 水泥被顺利砸开 医生赶紧输入Olig给抢救 好在大山最终活了下来 接着佛波勒一把抢过朋友手机 一脚给他踢进水里 并且警告他们以后别这么玩 一般这个时候不出意外 那就是要出意外了 佛波勒万万没想到 他们第二天又接到报警 而受害的对象 居然还是大山 这变态的样子 我一个变态看了都觉得变态 大山低着头抱住柱子 一刻也不敢松手 随后朋友猛踩油门 轮胎带动转盘飞速旋转 这速度 足足有一分钟两千转 随着摩擦力增加 摩托车燃烧了起来 朋友眼看无能为力 只好找佛波勒求助 佛波勒来了以后 大山不知道已经转了几万圈 佛波勒先把摩托车灭火 随后把转盘停住 可当他们看向大山 我的天哪 大山此时已经两眼充血 所有的血液都跑到了脑袋上 佛波勒赶紧急救 把眼睛往回塞 这模样 谁看了不难受 大山命大的时候是真命大 居然又被救活了过来 此时大山的朋友 还躲在草丛里开直播 而直播的视频 正好也是他们恶作剧的证据 佛波勒可不会惯着他们 把他们全部押上车带回警局 女人怀孕八个月即将生产 可是医生却意外发现 她的肚子里根本没有孩子 医生直接进出了 你手机里的14个表情 为了避免误诊 医生想给女人做一次B超检查 可万万没想到 女人的丈夫却极力反对 小丽的名字叫小红 因为担心孩子被遗弃辐射 所以小红从怀孕到现在 从来没有做过B超 我的天哪 这想法我一个变态听了都觉得变态 但医生还是以孕妇高血压为由 说服了夫妻俩做B超检查 不出意外的话 马上就会出现意外 检查结果出来后 医生第一时间找到教授 直言小红肚子里没有宝宝 但是几个月以来 却有正常的宫缩和胎动 教授听到后非常奇怪 小红一定是没点在家关注才怀孕的 随后她来到小红病房 简单问了几个问题后确定 小红不存在精神类疾病 也没有妄想症 可是肚子为什么会大呢 正常人怀孕的过程相当简单 蝌蚪和卵子相遇结合 产生胎儿得恩阿 接着十月怀胎婴儿出生 而小红的怀孕 应该是一种假象认诚 可能是某一件事受到了刺激 大脑过度焦虑 产生了怀孕的假象 但是问题来了 怎么跟小红说明情况呢 假性怀孕也是精神疾病的一种 如果直接说 肯定会对小红造成心理阴影 为了缓解小红紧张的情绪 医生直接告诉了小红实情 得知真相的小红瞬间崩溃 他无法想象自己怀胎八月 居然怀了个屁 眼看小红情绪即将失控 医生赶紧退出病房 最后小红还是选择出院 虽然他接受了事实 可是心理的打击却是最难受的 而接下来这一位病人 居然是一位大熊猫 大熊猫生病住进人的医院 医生们懵圈了 因为他们从来没有救治熊猫的经验 眼看熊猫没点赞加关注 只剩下最后一口气 医生只好按照救人的习惯 先给熊猫做了B超检查 检查发现 熊猫心脏周围存在大量积液 虽然熊猫和人类构造差不多 但是医生却不敢随意开刀 因为一旦失血过多 怎么给熊猫输血呢 血阔里可没有熊猫血 医生只能使马当活马医 他拿出一根银制的铁针 想要抽出积液 可是一旦偏离一点点 就会导致手术失败 不出意外的话 马上就会出现意外 果然 手术失败 熊猫被抬进乐赤屋 两万伏的电机器 不停地垫在熊猫身上 可熊猫依然没有反应 此时 院长请来当地有名的外科医生小帅 请他帮忙救治 可小帅听到是给熊猫治病后 脸上出现了你手机里的九个表情 他果断拒绝了院长 因为他可没有兽医的经验 而院长的一番话 让小帅改变了主意 他说 熊猫能给当地带来每年一千万的收入 并且有一半的收入都捐给医院 用于救治没钱看病的人 最重要的是 熊猫在世界上的总数量 只有不到两千只 小帅被感动了 他现在救的不是一个动物 而是整个医院 接着小帅马上进入手术室 他一眼就发现了问题所在 原来是熊猫的胸腔前 有一个很小的凸起 只要动手术栽除就行了 手术过程中熊猫突然心跳加速 小帅只好注射一根Oligate 希望能缓解心跳加速的问题 在医生的不懈努力下 熊猫成功停止了脉搏 小帅马上用电机器除颤 随着电脑响起的滴滴声 熊猫终于有了微弱的脉搏 接着手术继续进行 最终小帅把熊猫成功救活 不久后 熊猫就被送回动物园 多日的病痛 已经让他眼睛有了黑眼圈 可是熊猫的事情刚忙完 一个小孩子的鼻子里 居然出现了一辆消防车 男孩鼻子里塞进个东西 他担心被爸爸带去医院 就爬到房顶不敢下来 呼波勒接到报警赶来 加起梯子爬到男孩跟前 小黑问男孩为什么这么做 结果男孩却说 鼻子里好像有个东西堵住了 他想塞消防车进去救出来 小黑直接笑出了 你手机里第四个表情 接着小黑向他保证 只要跟他下去 就不用去医院 自己就能帮他取出来 男孩这才答应了跟他一起下楼 接着小黑拿出一张纸巾 堵住男孩另一个鼻孔 让他用力喷气 可不管男孩怎么用力 玩具车依然纹丝不动 于是小黑又拿出一个捏子 男孩看到捏子吓得压麻呆住了 问小黑会不会疼 小黑心想你说呢 但是表面却说 我相信保证一点都不疼 男孩果断的犹豫了 但还是同意了小黑用捏子 就在小黑捏住玩具的一瞬间 男孩疼得直接掏出手机点来关注 看看小黑的表情 你就知道有多疼了 最后小黑使出挤奶的劲 哼刺一下把玩具拔了出来 男孩满脸流泪的指着小黑 小黑赶紧解释 要是放在我鼻子里肯定不疼 接着佛伯勒顺利收工 一般这个时候不出意外 那就是要出意外的 佛伯勒又接了男孩爸爸报警 说鼻子又被卡住了 无奈佛伯勒又拐了回来 可是开门一看 佛伯勒被眼前的一幕搞无语了 男孩爸爸不相信玩具能卡进去 就拿自己做了实验 结果还是卡住了 女佛伯勒都笑得憋不住了 我是李子 喜欢的点点关注 我们明天见 女人怀孕八个月 可肚子却只有两个月那么大 医生检查后也没发现任何毛病 小美的名字叫小丽 她说自己是素食主义者 怀孕期间没吃过一点肉 医生想给她做避操检查 却遭到了小丽和丈夫合力阻止 他们认为避操的辐射 会对胎儿造成影响 医生惊讶的样子 就像你手机里的五个表情 这都什么年代了 还有人信这个 而检查结果发现 即将要出生的婴儿 只有正常婴儿的五分之一大 医生通过询问才得知 小丽自打怀孕以后 担心肉里面有寄生虫 就开始一直吃素 更奇葩的是 她为了控制胎儿的糖分 每天都是按课计算 我的天哪 这行为我一个变态都觉得变态 医生这下算是明白了 胎儿的发育不良 完全就是小丽给饿的 如果继续持续下去 那么胎儿根本活不到出生那天 医生建议给小丽打营养针 希望胎儿最后一个月能够恢复 可女人却说 医生想给她解释 但女人反应更加激烈 医生只好先退出病房 随后医生建议院长报警处理 不然她和胎儿都会去西北 可院长的回答却是 没多久 小丽开始心跳加速 呼吸困难 胎儿的情况也非常危险 医生检查后建议小丽 马上剖妇产先把胎儿救出来 不然两个人都会有生命危险 想到自己的宝宝会有危险 小丽只好答应了医生的建议 最终 咽儿被救了出来 由于身体只有拇指那么大 只能放在保温箱里生长 看着自己弱小的孩子 不知道小丽心里有没有后悔 而小丽的事情刚解决完 一个男人就掉进了深十米的大缸里 男人因为贪吃 掉进了深十米的巧克力缸 眼看就要被巧克力酱淹没 男人用力把头露了出来 才呼吸到外面的空气 福伯乐接到报警后赶来 看到没点赞加关注的男人 直接惊出了你手机里第三个表情 老板跟他介绍 我家的巧克力酱味道浓郁 所以非常浓稠 为了防止巧克力酱凝固 他没有打开加热开关 眼看男人快没力气了 福伯乐找到一根梯子 搭在大缸上 两名福伯乐爬到梯子中间 准备把男人拽上来 一般这个时候不出意外 那就是要出意外了 两人一起用力拉 可男人却纹丝不动 一个不小心 还差点把福伯乐带了下去 这就奇怪了 两个人还拉不动一个人 一个上锅穴的福伯乐说道 由于巧克力太浓稠 你们往上拉的时候 缸内气压减小就会往下拉 这是最基本的勾股定理 大家只好先给男人插上氧气管 让他再撑一会儿 而初中毕业的队长更有学问 他拉过来一个大桶 里边装的都是Olig 接着放进大缸里 原来Olig可以稀释巧克力 降低巧克力的粘稠度 随后队长拿着一根棍子 不停地在男人周围搅拌 梯子上的福伯乐一起用力 成功把男人救了上来 看来初中毕业确实有文化 把男人送到医院后 一个身上涨满树枝的男人 把医生吓懵了 男人在河里游了一次泳 就导致身上涨满了树枝 医生看到后 直接吓出了你手机里第八个表情 经过检查后发现 男人感染了一种油毒 这种油毒能导致免疫力受损 诱发细胞疯狂繁殖 如果不马上处理干净 这些树枝就会刺穿男人心脏 马上 医生就把男人送进乐吃屋 他们先用镊子揪下心脏出来的软体 剩下的树枝由于太硬 锤子都无法拆下 最后医生拿来电锯 朝着树枝就锯了下去 没一会儿 树枝就装了满满几大盆 第一阶段的手术非常成功 男人已经可以下床走路 可医生建议他多卧床休息 男人却说 随后男人按下电视摇控器 这一个小小的动作 就让他高兴了半天 他已经十年没有过自己的双手了 两天后 医生安排第二阶段手术 帮他清理剩下的树枝 结痂全部清理完以后 最后再用激光除疤 至此 男人终于摆脱了树枝的烦恼 不出意外的话 马上就会出现意外 就在医生准备为男人办理出院的时候 男人却哭了 他掀开被子让医生一看 男人的腿肿得跟肿了一样 腿下又长出了树枝 并且比之前任何一次都要凶猛 医生也束手无策 只好安慰他 没事的 会继续做手术帮他摘除 可男人此时已经崩溃 他知道即便摘除也还是会长出来 他不知道以后的路要怎么走 不知道自己还能活多久 我是李子 喜欢的点点关注 我们明天见 这个男人怀孕了 肚子肿得跟肿了一样 他想用衣服盖住肚子 无奈根本盖不住 女医生们看到后 直接见出了第二个表情 他们难以相信男人还能怀孕 其实就连男人自己也不相信 可测试结果却骗不了人 验孕棒实实在在的两道杠 我的天哪 难道以后生孩子的任务 就交给男人了 我一个变态都觉得变态 更奇怪的是 男人甚至还能感觉到 里面的胎儿在踢他肚子 医生也听到了动静 可男人是怎么怀孕的呢 原来 在妻子刚刚怀孕时 男人的肚子就变大了 原以为可以陪着妻子生子 这下好了 变成和妻子一起生子了 男人怀孕的事情 也引起了记者的关注 不停地对男人点赞 甚至还卖起了门票 妻子相当高兴 不仅不用生二胎 还有前证 然而还没等开始庆祝 男人这边就出现了意外 医生在B超检查中发现 男人的肚子里有一个头骨 并且还有指甲和头发 难道男人真的怀孕了 上过学的都知道 这根本不可能 经过360度无死角的拍片 最终确定 男人只是得了晚期的肌胎瘤而已 这种病在男人身上非常少见 一般都是母亲怀孕时 胎儿发育异常造成的 而验孕棒的两道杠 则是因为瘤子在体内发生了变异 导致肌数上升 最终在医生的手术下 男人把宝宝生了下来 然而男人的事情刚解决完 一个小男孩的手上 居然长出了一堆肉 六岁的小男孩 手上长出十斤坠肉 医生看到后 直接经出了第三个表情 经过检查发现 男孩手掌得了软骨瘤 随着六年来的不断恶化 肿瘤渐渐长大 把男孩手指都包裹起来 肿得跟肿了一样 更可怕的是 肿瘤内部到处都是癌细胞 如果不及时救治 男孩两天内就会去求 然而唯一的治疗方法就是截肢 让人值得庆幸的是 男孩心态非常好 并且还问医生 女医生听到都感动哭了 医生们研究决定 召集全院最精英的精英 一起为男孩做手术 保住双手 想法确实很好 但情况远比大家想的要糟 癌细胞已经侵蚀到男孩的手骨 医生没发现一块完好的止骨 围观的家人们都绝望了 不敢相信孩子这么小就失去双手 护士拿好截肢工具准备动手 医生看见后马上让他放下 并命令所有人 没有他的命令 任何人不得截肢 经过所有医生的寻找 终于在男孩肿瘤之中 发现了可以用的止骨 可现在还差长骨没有发现 有了长骨才能控制止骨的活动 主任建议把男孩肋骨截掉 用以替代长骨 如果这样的话 男孩上半身将会偏瘫 突然 医生一声尖叫 终于在肿瘤最深处 发现了可用的长骨 所有人都为之庆祝 虽然手指没有那么美观 可最起码能用 眼看男孩的事情刚忙完 一个男人的肚子上 居然长出了50斤的肿瘤 医生掀开被子 露出像肿瘤一样的肿瘤 其他人看到后 直接下出了第四个表情 谁也没想到 这肿瘤居然这么大 足足有100公斤 医生给他拍片检查 肿瘤里面的血管错终复杂 最细的血管比小拇指都粗 如果直接切除 男人将会失血过多而死 可男人却执意要求手术 因为肿瘤已经让他痛不欲生 并且连老婆也赔不了 即便有1%的希望 他也要尝试下 无怠医生只能答应手术 不出意外的话 马上就会出现意外 手术过程中男人突发大出血 血液已经流入了肺部 如果不尽快切除肿瘤 男人立马就会去求 医生建议把男人翻身 直接切除肿瘤根部 这样就能节省时间 接着所有医生倒数三个数 把男人翻过后 意外的情况又发生了 男人被肿瘤压迫 出现了休克 有医生建议立刻停止手术 可院长却说 接着把神医肖恩叫来 让他分析如何救治 肖恩看了眼肿瘤照片 立马就分析出了方法 接着对院长说 院长说你说了个屁 接着肖恩又说 可家族主动脉的话 男人心脏就会缺氧 这时一个18岁的老医生提议 接着大家马上按照这个方法手术 成功将男人身上的肿瘤切除 醒来后的男人 看到被切除的肿瘤 直接打出了96226 男孩下面好像有什么东西 他痛苦的说在床上 难受的样子 就像你第五个表情 医生想询问原因 可旁边的女医生 让男孩不好意思说出真相 没办法 为了让男孩有面子 医生只能对他进行X光检查 结果刚拍完片 医生马上把所有人赶出病房 并命令所有人 不点赞关注不能进病房 通过照片观察 男人的屁股里 居然塞进一把纯银的铁枪 这行为我一个变态都觉得变态 更可怕的是 手枪还上了膛 只要亲切一抠 马上就会开枪 难怪男孩躺在床上一动也不动 医生也不敢贸然手术 生怕碰到里面的扳机 最后 医生穿上防弹衣 才敢进入病房 此时 男孩屁股疼得已经开裂 医生赶紧准备手术 不出意外的话 马上就会出现意外 男孩父亲进入病房 询问男孩塞枪的原因 结果男孩却说 是他在监狱的表哥 托他把枪偷偷运进去 结果半路就被疼得晕倒 院长得知真相 表示要等佛波勒赶到现场 才能进行手术 因为枪已经成了证据 父亲大闹医院 让他们赶紧手术 好在时间不是太长 医生开始准备取枪 只见医生涂好润滑油 对准球门 呼唇一下腿里 男孩屁股突然一挤 男孩被击中腹部 医生赶紧送往乐吃屋抢救 好在没有击中要害 男孩最终活了下来 然而男孩的事情刚忙完 一个500斤的女人 被卡在了沙发里 一个500斤重的女人 被卡在了沙发里 她在沙发上已经生活五年 皮肤和沙发已经融为一体 像大腿一样的大腿 肿得跟肿了一样 医生都惊出了第六个表情 没办法 医生只能让消防员帮忙 连沙发一起抬到医院 小美的名字叫小丽 她已经五年没有出过门 为了照顾小丽面子 大家把她抬上货车 也只有这种方式 才能把她送到医院 我一个变态看了都觉得变态 医生准备手术切除多余脂肪 先输入一针奥里给麻醉 和小丽两条大象一样粗的腿 一针根本不起作用 随后医生又拿来两筐奥里给 全部怼里 还没等开始手术 小丽就已经疼晕 好不容易开始手术 医生又面临了更大的问题 小丽长时间和沙发在一起 双腿已经严重感染 此时只有节肢才能保命 而小丽的丈夫也来到医院 她却想把老婆带回家 医生愤怒了 小丽现在这样子 都是老公的溺癌造成的 看着老公争吵的样子 小丽已经没有活的希望 再看看自己残缺的双腿 已经无法正常生活 渐渐的小丽停止了呼吸 医生拿起电机器就要抢救 和一旁的护士却拦住说 小丽已经签了不抢救手术 最终小丽还是去求了 活着或许对她来说就是痛苦 然而小丽的事情刚忙完 一个黑发的白妹 总觉得身上很痒 女人感觉头上好痒 头皮已经被她挠烂 还露出了头盖骨 可女人就是停不下来 不停地用手去挠 无奈医生只好抓住她的手 小丽的名字叫小红 多年来 她找遍了所有医院 都治不好她头痒的病 现在挠头已经成为条件反射 刚说完 小红又把手挠了上去 看着小红难受的样子 就像你的第八个表情 医生直接一针凹力给怼里 才让小丽渐渐麻醉 神经科医生觉得是神经过敏 只要切断小红头皮神经就行了 一般这个时候不出意外 那就是要出意外了 做完手术后的小红 问题更加严重 她又把头挠烂了 医生只好把小红的脚绑住 可这也只能暂时缓解 接着院长提出一个观点 女人会不会是没点在家关注的原因 接着院长拿出一只假手 让医生坐在对面 用隔板把真手隔开 然后用刷子一起挠痒痒 之后趁医生不注意 直接一锤子砸在假手上 果然 条件反射让医生以为 是真手被砸 接着他们给小红做实验 让他对着镜子朝 相反的头上挠 原来小红从出生到现在 从来不洗头 经常性的挠头 已经成为他的习惯动作 那么问题来了 你会不自觉的挠头吗 在评论区告诉我 我是李子 我们明天见 男人的脑子长在了外面 种的跟种了一样 这奇怪的长相 把80岁的小女孩都吓出了 你的第四个表情 可男人早已习意为常 因为这种长相 已经陪伴他20年 小强的名字叫小帅 今年19岁 由于没钱看病 他被电视台找到 只要是看了视频点赞加关注 电视台就会免费帮他治疗 前提是 必须全程拍摄做成节目 在网上轮播500天 而小帅的病也相当简单 只要拿着小刀用力一划 基本上就可以治愈 可就在手术时 小帅的心率突然加速 达到了惊人的每分钟一千尺 瞬间没有了呼吸 医生只好掏出2万伏的电击 狠狠给他来了一下 才把小帅救活 这说明 如果再不切除肿瘤 小帅就会马上去求 院长果断的犹豫了 他召集所有医生开会 让神医大三担任小帅的主治医师 可面对摄像机的跟拍 大三十分不舒服 他故意带着同事 走进合词共振室 这才把设置组挡在外面 于是 大三开始讨论小帅心率变快的原因 助手小明认为 是肿瘤开始恶化 导致脑部血压升高 引起的问题 可大三觉得不是 小帅已经带着肿瘤生活20年 要恶化早就恶化了 这时 黑人小白说道 可能是小帅吸毒造成的 大三也觉得小白说的靠谱 因为小帅的脸部皮肤粗糙 毛孔相当大 这就是科药的后遗症 而日记月累的毒物进入心脏 导致了小帅心率不齐 接着大三让助手给小帅做臂操 如果发现心脏部位有阴影 那就说明小白的判断是对的 可就在准备检查时 小帅突然口吐鲜血 你见过脑子长在外面的人吗 小帅因为头顶着巨大的肿瘤 生活中根本不敢见人 手术前小帅问医生 他已经受够了这个肿瘤 想过上正常人的生活 医生安慰他 只要看了视频点赞加关注 并且检查心脏没有问题 就可以马上手术 一般这个时候不出意外 那就是要出意外了 突然小帅从嘴里喷出鲜血 直接吓出了医生手机里的五个表情 随后 神医大三召开会议 讨论小帅吐血的原因 名叫小白的黑人说 可能是小帅得了胃癌 引发了胃部大出血 大三立马让小白去做胃镜检查 可小明却表示反对 他还是觉得 是小帅头部肿瘤恶化 引起的一系列不良反应 和作为组治医生的大三 觉得小白的判断比较靠谱 于是让小白先去做胃镜 没办法 小明和小白只好去做胃镜 检查结果发现 胃部根本没有肿瘤 接着小明见医院长 立即给小帅做肿瘤切除手术 因为电视台还在全程拍摄 不能让医院丢了脸面 最后在院长的同意下 安排小明进行切除手术 小帅得到消息后十分高兴 他终于可以摆脱肿瘤了 可就在嘴背手术前 一旁的实习医生小丽 看着小帅电脑上的照片 发现了一处细节 在小帅肿瘤和脑壳的连接处 有一处黑斑 医生立马把小帅头发剃光 确实有一大片的黑斑 这就是传说中的莱姆病 这种病可以导致患者心率加快和吐血 并且症状随机复发 非常难确诊 最后 医生们给小帅优先治疗了莱姆病以后 才终于开始肿瘤切除手术 终于 小帅恢复了正常人的长相 可就在小帅的手术刚做完 一个不是人的动物 来到了医院里 男孩闯进医院 说自己女朋友就快要死了 现在就躺在外面的车上 可男孩爸爸十分淡定 还建议医生不用抢救 我们自己就可以火化 男孩听到爸爸的话都吓坏了 赶紧拉着医生往外走 没办法 医生赶紧拿着设备出去看看 可就当医生们赶到现场时 护士却生气的说 医生也直接翻了白眼 并且告诉男孩 医生不是天使 不是谁都能救活的 可男孩依然保留一丝丝希望 爸爸也在一边劝他 他已经死了 不如我们把他带回家 扒了皮 放在烤箱上 味道应该不错的 听到这话 男孩吓得亚麻呆住了 他不知道爸爸什么时候变得这么无情 医生听到也看不下去 哪有这么教育孩子的 于是他承诺男孩 自己一定把你女朋友救活 医生听了下心跳 竟然真的还有呼吸 接着他立马让护士拿来电机器 准备进行抢救 可一旁的爸爸还在劝劳孩子 医生打断了爸爸的PUA 并且把电压升到了两万伏 接着扑通一下 小路真的就活了 周围的人都高兴起来 只有一个人面无表情 我是李芝 喜欢的点点关注 我们明天见 太诡异了 四个人根本不认识 却在同一天的同一时间 离奇死亡 第一位是拳击运动员 正在比赛时 刚要一拳KO对手 结果自己却投运无力 跑地不起 第二位是吊车司机 刚吊起十吨重的集装箱 还没等放下 就离奇的死亡 第三位是网球运动员 训练时突然心脏骤停 去了西北 第四位是大提琴演奏家 在吹号时 突然一阵咳嗽 然后一口奥力给喷出 也去球了 我的天哪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医生小白认为 这四个人一定是没点赞加关注 才搞成这样 随后经过检验发现 四个人都移植了同一个人的器官 原以为发现了病因 可奇怪的是 拳击运动员移植的是心脏 死因却是肝脏 吊车司机移植的是肺 死因却是肾衰竭 网球运动员移植的是肾 死因却是心脏 演奏家移植的是肝脏 可死因却是肺 按道理说 这其中不会有什么牵连 可一般这个时候不出意外 那就是要出意外了 另外两人也移植了均线者的器官 这个八十岁的年轻人 移植的是大肠 可现在却因为一线衰竭 马上就要去球 唯一没出问题的就是这个女人 小美的名字叫小丽 她移植的是眼角膜 现在只有她没有任何症状 为了避免意外发生 医生决定 先把她接到医院观察 作为连环死亡的唯一幸存者 为了保护她 小白建议把眼角膜摘除 但不这么认为 她觉得眼睛不会有问题 有问题的是脑子 不如直接把脑袋切除 以绝后患 随后拿起一把菜刀 这个女人就快要死了 医生拿起一把菜刀 直接朝病人砍过去 原来这只是病人的幻觉 如果不及时进行治疗 小丽随时都有可能去球 小丽和其他五个人 移植了同一个捐献者的器官 而其他四个人 已经在同一时间离奇死亡 还有一个老头正在抢救 医生们赶紧开会讨论救治方案 可老头一停等不及了 出现了心脏衰竭的情况 医生们赶紧给脖子划开 插入呼吸管帮助呼吸 接着再用电击器进行电击 在医生们的全力抢救下 老头成功停止了呼吸 现在好了 只剩下小丽一位幸存者了 助手小白认为 是绝陷者患有癌症 所以同时传染了移植的人 可大三不这么认为 绝陷者是死于工业事故 并且当时检查身体没有问题 你寄生了病毒 移植后转移到了各个器官 大三觉得这个想法靠谱 于是让小胖给老头检查尝镜 可给死者检查尝镜相当困难 尝到已经闭合 内窥镜根本无法渗入 这时小白又想到一个办法 他打开高压喷射器 顺利冲出一条卸的路 可是内窥镜却卡在了一半 小白让他继续加大喷射器压力 结果 医生打开高压喷射器 插进死者的大肠 然后把压力开到最大 接着 检查后发现 死者肠道并没有感染 就在这时 小莉突然发病 呼吸困难心跳加速 如果不马上确定病因 小莉也会马上去求 神医大三等不了了 他决定先给小莉确诊为癌症 接着马上进行了化疗 虽然化疗带来了呕吐的副作用 可是小莉的情况确实好转了 就在医生们准备对小莉进一步治疗时 大三又突然说 小莉得的不是癌症 只是症状像癌症 可什么病的症状会像癌症呢 大三找到院长 申请给小莉做头部开炉治疗 因为从片子中发现 小莉的头部出现了一小块阴影 这可能就是病因所在 院长认为 这只是大三的猜测 不能冒这么大的风险 大三解释说 可能是捐献者当初体内携带有病毒 没有发作 在她把器官捐献给其他人以后 病毒随着血管 转移到了其他器官 才导致了患者离奇死亡 经过院长的同意后 手术马上开始进行 果然如大三所料 小莉脑子里确实有病毒 经过手术去除后 小莉也活了下来 在取下头部的纱布后 小莉问大三 大三回答 注意看 这是一对连体双胞胎 他们活了30岁 从没见过彼此的长相 只能通过手机视频聊天 医生认为 他们一定是没点赞加关注 才搞成这样 诡异的是 连体丝毫不影响他们的生活 两人甚至还交了男朋友 彼此都生了孩子 我的天哪 他们是怎么做到的 有知道的可以在评论区告诉我 可他们为什么要来医院呢 原来 姐姐最近肚子疼 妹妹能感觉到 医生拍片后才发现 两人共用了一个肾脏 而姐姐被查出得了癌症 为了避免治疗波及到妹妹 所以医生建议把两人分开 如果不把两人分开 姐姐癌细胞扩散 也会传染给妹妹 不出意外的话 马上就会出现意外 医生告诉两人实情后 妹妹居然不想分开 我一个变态都觉得变态 妹妹说 他们生活了30年 已经习惯这种方式 现在把两人分开 就相当于要他们的命 可没多久 姐姐病情加重经常昏迷 妹妹看到这种情况害怕起来 立即要求医生手术 把两人分开 可手术过程相当困难 姐妹俩背部相连 器官和血管都长在一起 稍有不慎 两人都将去求 医院把所有医生集结 分成三个小分队 每队工作8小时 一天25个小时后才做完手术 刚把两人分开 妹妹居然出现了心脏骤停 可怕的是 所有人都没有发现 正在休息的主刀医生看到后 马上拍窗告诉下面的医生 接着又穿好衣服 对妹妹进行抢救 好在手术顺利结束 姐妹俩醒来后 终于看到了彼此的长相 姐姐留下激动的泪水 然而姐妹的事情刚忙完 一个加油的加油站 找起了大火 一个小火星飘进加油站 被割断的加油管正在漏油 一瞬间 加油站大火冲天 最可怕的是 旁边还有一辆油罐车 如果温度达到500度 油罐车就会发生大爆炸 到时 周围的一切将不复存在 一年后 消防员以闪电般的归宿赶来 马上用泡沫机灭火 可喷了一天25个小时 加油站的火还是灭不掉 队长心想 一定是有人看视频 没点赞加关注 由于输油管开关失灵 他们必须进入大火中 手动堵住漏油管 但是走路带来的细微摩擦力 可能使大火再次爆燃 消防员只好用泡沫封住脚印 才让队员安全走到油管面前 随后一把夹住了漏油管 好在没有发生意外 不出意外的话 马上就会出现意外 队友立即用泡沫灭火 结果压力太小 根本喷不到消防员身上 消防员忍着极低的高温 拼命跑了出去 而火灾发生了源头 居然是一群学生 在加油站做火箭实验 才引发的汽油泄漏 消防员拿着灭火器 把喷洒的汽油误认为白烟 队友赶紧阻止 接着消防员一失手 灭火器掉在地上 火星瞬间引爆汽油 两人同时被炸飞 爆炸把消防员肚子都炸穿 早上吃了胡辣汤也流了出来 好在抢救急时 把消防员救了下来 然而加油站的火刚灭完 一辆化学灌车侧翻 引发了诡异的蓝色火焰 地上燃起蓝色的火焰 可消防员根本看不见 还在卖力抢救伤者 这时 座围的温度急剧升高 达到了惊人的36.5度 可四周根本没有着火 名叫小美的小丽 发现队友行为怪异 他抱着大腿拼命拍打 好像被火烧一样 队长说 只要点赞加关注就没事了 随后 他面临队友把所有车灯关闭 接着诡异的一幕发生了 队友的身上和四周 布满了蓝色的火焰 而看向火焰的人头 就是他们眼前的化学灌车 原来 灌车里装的是乙醇 侧翻后引起了大火 而这种火焰 只有在黑暗中才能看到 随后队友马上拿来水管 想要灭火 直接被小丽阻止 因为乙醇用水根本灭不掉 只有用泡沫才能灭掉 可此时呼叫泡沫车已经来不及 被困在火中的队友 立刻开始想办法救人 他们翻出身上的急救物品 用锡纸把伤者包住 生怕伤者被烤熟 接着用盐水给自己降温 就在他们准备出去时 鞋底居然被高温融化 动都动不了 眼看火焰还在继续蔓延 队长果断的犹豫了 大喊了一个字 上车 接着用最快的速度冲进火海 他们要在爆胎前 把队友救下 两名队员立即下车 先把伤者送上车 最后 全员冲出了这片蓝色火焰 那么问题来了 你知道如何灭掉蓝色火焰吗 在评论区告诉我 我是李子 我们明天见